在上周进行的足鞋杯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中,广州复利在主场3比2立刻将苏宁挺进足鞋杯自强。 在赛后的握手环节中,苏宁的意大利外员帕莱塔英辱卖裁判员,为当执主裁判时针录出是红牌。 7月31日,中国足协官网公布了对帕莱塔文规为继的处理结果,基于意大利外员停赛六场,罚款4.2万人的处罚。 消息一出,广大球迷纷纷不解,提出了质疑,刘晓龙一个灯塔面部的严重犯规,只被禁赛四场,罚款2.8万人,而帕莱塔没有身体伤害的辱卖,居然要停赛六场。 足协是否对他要心过重,国家有法律,行业有行规,任何的处罚决定,都应该给予法律法规制度。 今天3月1日,中国足协给下属个会员协会,各据乐部引发了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,要求相关单位与人员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 这份纪律准则,就是中国足球界的法律,所有王小平的处罚决定,都是依据这份准则做出的。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第54条 对对手或其他人的非体育行为指责,辱骂至少停赛或进去进入替补习三场,并至少罚款2.1万元。 同时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第47条也有补充规定,如果受侵犯的对象是比赛官员,则处罚应该加重一半,即加罚50%。 不是,裁判员属于比赛官员,从纪律准则的角度来看,王小平的处罚是在合理范围内的。 再看下刘晓龙的处罚,他是在比赛中,用脚灯判了对手的面部,造成对手受伤,是典型的严重犯规,不是暴力行为。 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第54条,严重罚规尤其是野蛮用力至少停赛或者进去进入替补习一场,并处罚款至少7000元。 同时刘晓龙的罚规也是用第49条,侵犯部分系统面部,但不得,需从重处罚。 因此最终处罚的结果是停赛四场,罚款2.8万元,仔细阅读过后,不难发现,对两个人的处罚,还是在准则范围内的,不存在特殊对待。 求你朋友们对处罚结果的不理解,主要还是不熟悉各种类规律的严重程度,以及中国读写纪律处罚规定。 另外再举一个例子,今年5月6日的一场中超预备的比赛, 复婚姻辱骂裁判员,被停赛六场,罚款4.2万元,与帕莱塔的处罚一模一样。 回过头来说说那个点球,相信大部分球迷都看过了视频,比赛进行到最后时刻,苏宁后A进去那一次手球,竟为AR提醒,裁判员到场边关开回放后,判定苏宁球员手球犯规,很多球迷觉得这类点球判法都有问题, 认为后A是无意手球。 这里需说明的是,裁判员在判罚进去那手球,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,包括球与手的距离,手与球的移动方向,手是否在自然位置,防守队员是否通过手扩张防守面积等。 很显然,这个落地反弹球,速度没有射门马,那么快,苏宁后A的手艺也不在自然位置,他需要承担冒险,为此带来的后果。 裁判员认真光看回放后认定,这是一个草率的,缺乏考虑的手球犯规,只是因为犯规的时机点比较敏感,并且犯规的结果最终,导致苏宁对遗憾出局。 所以兴起大家的关注,当然,如果不怕,只怕争议会更大吧。